因輝達亮眼財報加持 納斯達克標普500指數開高 然而盤中賣壓出龍 每股主要指數收盤全部下跌 各股方面 輝達上繼營收和獲利雙雙超出預期 並再次給出樂觀的銷售前景 顯示企業在AI運算方面的支出依舊強勁 激勵週四股價上漲於9% 股票標普1000美元大關 同時 輝達宣布將進行一拆十的股票分割計畫 並將季度配息提高150%至每股0.1美元 接下來看到焦點個股 可以看到當天市值增加最多和減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財經大勢 以及近期匯率利率 來到台股盤市 加全開盤受到稻蟲下跌影響開低 但收盤守住周線 並且成交量沒有明顯放大 維持多頭格局 貴買昨日下跌但今日打到月季線 呈現了開低走高 將昨日黑K吃掉 明顯今日比加全相對強勢 Post ratio為129.6 選擇全位平倉 20900PUT增加3095口 最大位平倉為21000PUT 而21800口增加3474口 但最大位平倉為22000口 變動區間為 20900至21800 看到產業類別 航運股相對強勢 而紅機受到成為 微軟首要合作夥伴影響 近期成為市場熱門話題 今日上漲7.88% 法人近兩天外資投信持續買進 並且均線剛轉為多頭 成交量也比其他股票大 明顯城市場主流 投資人可以多加觀察 有題材的股票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周見 掰掰 點亮你的財神燈 5月31千新戶送666手續費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財神線上點燈 台股單月交易美滿10萬元 每股美滿1000美元 送一元某某幣 不翻新救護接口登記參加 累計無上限 快來佈局你的財富口袋吧 年輕人最愛的證券頻道 YouTube搜尋口袋證券